刘金没看见盒子,于是他进大厅去找他。 刘金看到盒子在窗口买票,盒子还没买到票, 他告诉盒子应该到南边六号窗口去买。 他们买了两张去上海的票, 他们想坐明天的火车。 可是明天的票都卖完了, 他们买了后天白天到的票, 13次火车,硬卧。